注意一点,咱们刀具的选取,因为方木的直径不同,然后加工的深度不同,咱们选取的刀具的时候,它是不一样的,这个刀具一般的话,车一些表面比较光滑,然后呢,直径比较小的可以,然后你要像咱这种大直径的,然后,花形不是太复杂的话,也可以选取这种微型的。 用这种刀具,直接加工惯形,这样的话,咱做图的时候,就可以少分几层了,因为这个刀具的,它的这个刃比较短,所以说它做图的时候,要多分几层,咱做图的时候,应该是有数据,就是从木头的楞,到中心做图的时候,它会多分几层,来回的空,来回的,先把它撤圆,撤圆之后,再做这个起缝面。 就是因为刀具的不同。